我们做一个总结 这个文字 苍结造字 他老师都是很反对的 他说如果苍结 这个福西像他一样 造字 那他的成就很有限 然后并且说这个当时 这个天地鬼神哭啊 就是天语素鬼神哭啊 是 他表述的是一个不好的意义 其实在我看来当时 也是很需要的 当时据说是这个皇帝 那一个使官他叫苍结嘛 让他去办事 这个结成继事 那时候太多了扣子也不开了 就反正各种问题 你就很麻烦他也忘记了 记不清了 然后他就是这个集中生智啊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就弄个字了 管这个什么鸟兽鱼虫的这个足迹啊 然后怎么样就是更形象啊 就是在当时 就是在当时那是很方便便利的 相当一段时间 还是在可以说演化在进化 古人把这个字的学问做的多好 是吧 妙语生化 自私主义 一言九鼎 那后来现在你看我们这个乱改成语啊 就是这个白话之后这么繁杂 啰嗦呀 做诗词 就是已经达不到那种意境了 就是 反正现在就是说 那个书也一大堆呀 就是什么什么 你看那时候 祝格亮他看几本书 那有多少书 为什么他呢 能上这天上下这地 就是传的学问 就真传一张 假承幻见书全都搞乱了 甚至口传心寿 不要不要说 不要字 你看现在有的人很灵光 就是甚至说 乡下他有的不会写字 但是他脑袋很聪明 会说话 会表现 真正哑巴有的时候他很聪明 他就 他不会说话 他全都练其他的地方了 他盲人 他看不到东西 但是他一个真正有一定修为的盲人 他浑身都是眼睛 他的耳朵很灵 他的浑身就是那种感知 你是想象不到的 所以字 就是 在古人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 忘文生意 都有过 读书人死读书 就是读这些字 真正的大学问是什么 天书 读过吗 什么叫天书 有人说无字天书 对吧 这个才是真正的 能懂 他首先你要自进化到图像 你说他退化 其实他是从这来的 他的源头你搞丢了 现在字越来越不像了 越来越搞的就是 就盲人摸像 就是 这个 有图 图像 但是有什么呢 有道 有气 有这些 文化 变化 无穷 这些而来 他也是 你要执着于这个图像 也是着像 所以我老师就讲 这个福西 他最起码还是在像的层次 八卦 而你字呢 就太具象 具体了 太死板了 你真正要激活自己的这个 这个 智慧啊 灵光啊 要摆脱这些 藏杰在当时是惊天地气鬼神 在现在 是反面的惊天地气鬼神 他如果知道有今天 他当初干脆不要做 做 做